为了要让民众了解如何防癌如何的早期发现 由美国癌症协会加州华人分会所主办的 华人癌症教育专题讲座以及资料展览 将会在3月22号星期天的下午1点钟 在希望之城国家医学中心举行 讲座将会邀请到资深的医师学者们 针对于华人常见的癌症 从成因症状到如何的早期诊断 以及最新的治疗方法等等做深入的解析 记者会墙上挂着向抗癌永世致敬的标语 希望借由教育讲座的推广 让民众对癌症有更深入的了解 美国癌症协会加州华人分会 希望从这场医学讲座当中 透过预防以及及早诊断癌症来保持健康 从而挽救生命 在3月22号在City of Hope希望之城 我们有一个癌症的讲座 同时在今天我们也希望借用今天这个机会 告诉各位我们在4月11号的上午10点钟 在蒙特利市的巴恩斯公园 我们有一个抗癌接力的原油会 24小时的接力会 那么希望大家都能来参加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当中 出席的一届学者也说出癌症形成的主要原因 和对民众的影响 特别是大肠癌 已经成为华裔民众常得的癌症 也是美国男性和女性三大致命的病因 但是只要早期发现和治疗 存活率可以高达90% 由于目前大肠癌检测比率偏低 只有33% 所以由美国癌症协会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与全美大肠癌联盟推动的 80%百2018大肠癌检测运动 希望在2018年 全美50岁以上的成人 有80%完成大肠癌检测 更希望民众可以借由了解癌症 提高癌症筛减率 改变生活方式等等 为自己的健康把关 星期日举办的癌症教育讲座 也将以深入浅出的演讲 让民众了解如何防癌 如何早期发现 多位医学界权威主讲人 也带来珍贵的资讯 希望民众能够把握这难得的机会 天下卫视记者冯兆军采访报道